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這家TV秀 今天這一集是很多朋友們敲碗的一集 不過在影片之前 媽咪好奇的想問大家一下 如果你有100萬 你會選擇國產車 還是選擇進口車 聽到這個問題 我想大家應該就知道 這一集的企劃是什麼 長久以來大家被灌輸的觀念就是 進口車一定比國產車好 但真的是這樣嗎 這一台Honda CR-V 是全台灣國產車銷量最高的SUV 而旁邊這一台Mazda CX-5 是... 全國... 是... 是我的最愛 這集不單單只是這兩台的互相評測 而是擁有這兩台 將近有半年的時間的優缺點分析 剛好也可以分享給最近想要買車的朋友們喔 首先是價格的部分 當初我們買這台CR-VR 入手價格注意聽喔 是949,000 引擎的部分是1.5公升的渦輪增壓 最大的馬力是來到193匹 最大的扭力有24.8公斤 能源效率的部分是最省油的一級 CX-5的部分 當時入手價注意聽喔 是98萬7 引擎的部分是2.0的自然電氣 最大的馬力是165匹 最大扭力來到21.7公斤 能源效率的部分也是最省油的一級 再來就是外觀的部分 雖然它們都是日系車款 也都是定位在SUV 但是外表的設計其實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在CX-5這部分 真的是屬於比較典雅 就是很簡單沒有一些零零角角的 就是很簡約 那在這個CX-5的部分 你看就知道它有很多曲線 零零角角的感覺比較粗獎 大家都知道它們在SUV的定位上 如果你要開這台CX-5 不好意思 CX-5去爬山涉水的話 總是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覺得好像有點為難它了 但如果說你要開這台去爬山涉水 就是很合理啊 完全不違和 而且非常帥氣 再來是車色的部分 剛好今天兩台都是灰色 讓大家能夠明顯的去比較出來 雖然你們遠看 可能覺得都是灰色 不過它們官網上面的秘名色 是不一樣的喔 這一台是屬於鋼鐵灰 這一台是屬於森台灰 那媽咪實際肉眼去看 這邊會有帶一點墨綠色的灰色 那這一台就是屬於比較 一般平常你比較容易看到的鐵灰色 它的好處就是未來 如果真的有一些問題碰撞的時候 你要烤漆的時候 欸很好烤漆 畢竟我這一台業務人員就說了 它很難調色 所以必須要再加遷 以後如果你要烤漆 可能會比較難一點 那當初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鐵灰色呢 看到這裡真的是不得不佩服 它們所設計的氛圍 燈光這樣子打下來 看來是超級beautiful的 完全把這個鐵灰色的質感 往上升到極致 所以我二話不說 直接加一萬塊選擇了鐵灰色 另外原因就是女生嘛 總是會覺得深色的就是很好顧 耐髒 不用特別去洗 應該就是乾乾淨淨 你們看得出來嗎 CRV這台大概有一個多月沒有洗車了 而我這一台更誇張 從交車到現在沒洗過 從交車到現在沒洗過 除了有時候是老天爺幫我洗之外 我真的沒有洗過耶 有沒有覺得很髒嗎 所以買車是不是選擇是很重要 我覺得我省下很多洗車錢耶 家庭用車最在意的重點之一 當時入手這兩台車 因為都是在百萬級以內的 所以也都沒有配備到電動尾門 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當時媽咪根本沒有選擇SUV 我心目中已經有設定了 就是想要買小鴨 因為就是接送小朋友啦 然後買買晚餐 就這樣子市區代步一下 這就從小車看到中車 再看到大車 等級越大越高 如果說再加上電動尾門的一個級距 價格從五六十萬塔到一百多萬了 所以最後就選擇這個級距的 首先CX5的部分 大家很明顯應該可以看得到 它的車斗是做得比較高的 所以不管是媽咪在掏東西 甚至在拉行李上去的時候 確實是非常非常的吃力 再來就是高度的部分 因為這台也沒有選擇到電動尾門 所以在關門的那一下 對於我們亞洲女性的身材 確實是有點不太友善了 除非你要跟媽咪一樣 時時刻刻都要穿著高跟鞋 不然就是你後車廂要擺一個小板凳 這樣子或許就比較好關門了 再來就是CRV的部分 很明顯可以感受到 它的車斗坐得非常的低 你看我把它彎腰下來 大家應該要有跟媽咪一樣的感受 每次放比較深的東西的時候 被放完一看 白色的裙子全部都黑一片 但如果說它坐得比較低的話 甚至連小朋友幫媽咪們擺放行李 都是很簡單沒有問題的 可以很輕鬆的擺放進去 對於女性來講是非常友善的 雖然它也沒有電動尾門 可是它的高度也是坐得有比較低一些些 比較嬌小的女生 低個腳其實就拉得到了 非常好看對阿咪 另外雖然有很多人覺得超級醜的 多了這個桿子 因為法規的關係 可是媽咪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會掛一些衣服 非常實用耶 我喜歡 雖然這台CX5它的容量來到615公升 而CRV只有580公升 CRV它設計的比較方正 所以很明顯使用下來 它可運用的空間是明顯的高過於這台CX5 所以媽咪在這邊也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你對於後車廂的容量非常的在意的話 建議直接到現場去比一比 千萬不要只看行路上的一個數字 很容易被誤導了 再來就是後座的部分 這一台CX5 媽咪使用半年下來 有很大很大的心得 這或許連專業的車評 都不一定會分享給大家 雖然它在後座在材質 比如說座椅這邊的雞皮 或是側邊這個軟材質 整個都提升到它的質感了 但是它的最大的缺點 就是它的這個門檻的部分 真的做得太高了 如果你的小朋友 是跟媽咪的小朋友差不多的年紀的話 他們每次在上車的時候 真的沒有辦法直接喊鬼 跨上去 都一定是要踩在這個踏板 或是這個橡膠塑膠皮上面 如果家中有比較年長的大人 或者是長輩們的話 那個膝蓋都要抬很高耶 很磁力耶 針對這一點 你們在買車的時候 一定要慎重的去考量到 會不會去影響到你們 日後每一天可能都會面臨到的 去做選擇 再來就是後座乘坐的舒適度 你看喔 以我號稱160公分 頭頂大概還有兩個拳頭左右 那膝部空間也大概有兩個多處一些些 那大家有看到我們的影片都知道 這半年來小朋友是非常非常滿意的 一上車出去遊玩的時候 小朋友早就已經攤身在那邊 最大的原因就是 好座舒適之外還有隔音非常好 都不吵雜 所以秒睡啊 但是有優點一定是會有缺點的 因為它中間這個突起的地方真的太高了 如果說你小朋友還小 那就目前空間還算可以 但如果再大一點 甚至要乘坐一些大人的時候 中間這邊的人要乘坐的時候 就非常不舒服了 甚至小朋友可能要跨越在這裡的時候 常常會半倒 如果你真的有像我們一樣的一個困擾的話 可能要稍微衡量一下 CRV的部分呢 很明顯啦 它這個門檻的高度啊 坐得非常非常低 所以對於小朋友或是家中的長輩 要上下車已經變得輕鬆許多 跑步費力就可以一秒上去 前面的部分呢 哇也超級平整 不管你是要放東西 或是小朋友要挪過去都不會被絆倒 後座的空間就是CRV最大的優勢 完全完勝於西插步 但是呢進口車還是有它的牆箱的 整個內裝的質感上面啊 啊這個塑膠感聽著聲音 感覺就很差耶 座椅的皮質就是一般的皮質而已 還有關門的聲音 我也很在意 大廳就是有那麼一點點 很懂 下V後座的空間 大家有看到了吧 你看跑步 加進有三個拳頭喔 然後西部空間呢 也是一樣大很多耶 對不對 中間完全沒有阻礙 不管你是要做小人還是大人 其實媽咪現在我呢 有胖了一些些 完全不用緊 如果家中啊 有小朋友甚至常常要帶著 爸爸媽媽長輩出門的呢 CRV的後座空間 你完全不用懷疑它 超棒 最後呢媽咪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媽咪開CRV這半年來的一些心得 大問題呢是沒有什麼 因為大家都知道本田的品質呢 其實正是國產車裡面數一數二 那唯一要詬病的小問題呢 大概就是一些噪音 尤其你在仲裁油門的時候 你發現引擎聲算是還蠻吵雜的 油耗的部分呢 大概一公升都還可以跑十到十一公里 算是表現得還不錯 還可以接受的範圍 再來就是CX5 這半年開下來啊 其實媽咪啊 大致上都算是非常滿意的 真的要詬病就是有兩個小小的問題 是當初媽咪在買車的時候 沒有想到的 甚至業務員可能也沒有稍微有提及到的 所以現在變成我覺得真的有一些疑問 真的有點困擾的 第一點呢就是這個自動上鎖的部分 我一直以為哪一台車 尤其現在啊智慧那麼的發達 你在小朋友啊開一開車應該就是要自動上鎖 我比較安全啊 為什麼我要手動呢 為什麼呢 再第二點呢 也是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到現在還覺得非常的困惑 那樣的 就是它的音響 它的音響完全沒有辦法關閉 你們可以想像嗎 它只能按靜音 你們哪一台車是沒有辦法一鍵按下去 電源關閉的 誰能告訴我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我真的很不解 最後呢 大家一定有一個很大的疑問就是 媽咪啊 你為什麼要買一台產品末期的車呢 第一個主因也是最重要的主因就是 因為末期的車啊非常的優惠啊 它該給的配備啊 該短的牛肉全部端出來了 對於輕打戲剩的媽咪來講 完全無法抗拒嘛 第二點呢 沒別的 就只是因為 媽咪喜歡她的外型啊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看完影片之後 你們是覺得有貨產車比較好 還是進口車比較好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媽咪 也可以分享給其他網友喔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加按讚 還有追蹤我的IG 如果想要支持媽咪的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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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會不會 有更多的 我們下次見 有更多的 我們下次見 還有更多的 我們下次見